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越巅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整卖了9100亿 当我把这个资料汇整完以后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它是卖过头 卖过头会暴富性的反弹 会大涨 这电脑算的嘛 这不是我算的 电脑算说他们在去年到昨天为止 总共卖了9100亿 卖的平均股价是13049点 那你昨天你也知道你昨天的收盘价是多少 昨天收盘价是16000 16061嘛 当然今天大涨了 这昨天的收盘是16060 所以你从这边看的话你也很清楚说 他们卖卖卖卖卖卖了9100点 结果还涨了3000点 所以真的是卖错了 我在前几天看到有人讲说 这个是头肩底型 我都一直忍住 这哪是头肩底型 有些年轻的分析师真的可能 没有经历过 他说啊这个是左肩 这顶这右肩 这明明是收敛三角形 他如果不是收敛三角形 我跟你讲他为什么这两天 他就是要守在这条线 因为这条叫做上升趋势线 就连接 2月1号的15089和3月9号的15657 有一条上升趋势线 那2月22号和3月18号有一条下降压力 他只不过是在这边收敛而已 如此而已 有看到台积电涨了 我就说嘛 3月初的时候大家看不懂鸿海 我说3月要看鸿海 当台积电落难的时候 我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要分析是分析 分析是没有如果假如的 你就是条件给你 你看得到股市的现象 你就要做一个判断 就像我昨天我看到说已经卖 外资卖超9100亿的 要报复性反弹 就像我看到 我告诉你 这中华民国没有几个分析师敢这样讲的 我都跟你讲我要买了 我就买给你看 我们所有会员都很清楚了 好不好 我的一点点心意 这周末 让大家快乐度周末 我怎么买股票 我都敢在电视节目中跟你讲的 我说台积电出现三个缺口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电话要给他拨通了 国内没有分析师可以那么精准的 多头格局就算是季线是往上 就算跌破都是买点 台积电逢缺口会恢复 他出现三个缺口会超强势 早就写在这里三个缺口 观众朋友们 我不是今天才拿出来 五年前的9月12号 我就已经写好了 有没有 1 2 3 第三个缺口 季线往上 季线往上 跌破季线是买点 你看出现三个缺口 季线往上跌破季线是买点 A等于C满足点 已到 已到已经写了有过去 我不要再拿VCR重播给你看了 那没有意义啦 如果你看节目每次都玩拿VCR 才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你就不用工 你不用工你赚不到钱了 直接给你看 我的抠讯内容 这一通跟我特别会员讲 连巴克义龙店获利续报 然后再继续说台积电 开始反弹 然后获利续报了 那华欣科呢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季线这个原理连续三天 都三档股票了 我昨天忍住了 昨天本来拿华欣科给各位看 我忍住了 我等一下拿给你看 就刚好是21天的时间转折 那我们继续看继续看 你继续看 你的老师 你的老师 你再看一下嘛 这个 你们会觉得 这些股票我都认识 你都认识 我没有那奇奇怪怪的股票 我的股票都很大 这种大牛都会动 对我这种大牛都会动 你再看清楚一点 红海 连发哥 易容店都大赚续报了 红海 华欣科 台积电都大赚续报了 有没有比较special的股票 不用了不用不用了 这种那么好赚 为什么不赚呢 千载难逢嘛 我抠讯也给你看 我早就给你讲 我跟你讲 你们不买我也没办法 你们观众 你们要把自己的素质拉高一点 凡是有看SBN的 你有在这个时段看我 你如果说 看到别台那我没办法 比如说你看别个电视台 你没看到我 那我没话讲 你有看到 你有在SBN全球财经台 下午看到 你不可能没有看到我这样跟你讲 出现三个缺口 G线网上跌破是买点 A的银行满足点银行 我说如果这里又再勾起来的话 会变成背离 观众朋友们 他快勾起来了 一勾起来就叫背离 所以 一点点心意 没有别的 不错 买一张也是一万八 什么意思 你花五十几万一张 今天就赚了一万八 不错 还有还有还有 还没完还没完 这个回撤季先是买点的 当然 整体说起来他今天他比较弱一点 但是他今天也是创了一个高点 我必须这样讲 这厚厚厚一叠 我今天就不讲说哪一个分析是叫你卖的 我六百块叫你买 有没有隔着后一叠 然后到1010的时候总算赚了410块 扣信单给你看昨天 灰色机这里 我告诉你我昨天 你有没有看到 我昨天还没有印完我就来上节目 结果他涨到950了 你看我昨天我只给你看到多少 我只是给你看到944 其实我还没印完 我我我我我已经上节目了 有没有 今天高点955差了89块钱 差了89块钱 你一张你用一张去算就好了 一张去算就好了 你一张算就好差了89块钱 你一张你当时买的时候一张才八 八十几万你可以赚八万九 这个什么原理架构啊 观众们这这这这什么原理架构 你们可不可以交一下 就回撤基线是买点的 我昨天还把扣信单给你看 在这里 在这里 回撤基线 我再给你看一档 我扣信里面有的 你说那么简单我早就发了 对你早就发了 你不发还很奇怪 发信科 一百六十七 其他更大在这里了 以后再讲 到两百九十一点五 这个中间我就不讲了 我没有时间讲 你没有看我节目你都知道 我说过这个利多街帽没有关系 后来我三月十一号又抠买进一次 然后到二六九点五 我后来我就 我就都没讲 你自己看 我昨天等在这里 等他回撤基线 两块二百四十一块 二十一天时间长的 买 十二块 请看购信贷 这样懂了吧 二百四十一块二十一天时间长的 开始反弹 懂了哈 我都没有 我不用遮遮掩掩掩 我昨天就准备好 因为我 我告诉你 我这个节目我没有办法 当天做什么动作我告诉你 我可以隔一天以后跟你讲 但是我把规则性都跟你讲 先是台积电的回撤基线跌破是买点 连八个回撤基线 刚好是买点 到昨天的华星课 我还把他印下来 这黑K棒你也敢印 对 二十一天转 不错 一张就好 又差了一万二 十张又差十二万 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 你刚才有看到什么 还有看到什么 哎哟 我看一下 还有益龙电 益龙电在哪里啊 你没有讲益龙电 来益龙电快来 益龙电快来 我其实我上礼拜的今天 也是三月十九号 那天我是感触良多 因为你如果再往前推一年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对于台湾股市 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我那天我却做了一件事情 这里厚厚的一笔 你们要学最正统的技术分析在这里 这是去年 三月十九号 那天最低八五二三 十年线 这是原始上升趋势线 我说外资卖太多了 融资那时候是已经创新低 我认为是买点 对不对 你说你应该 你认为买点 你证据给我看 因为我那天我跟你讲 可以买益龙电 你不用跟我掌声鼓励 我资料都还留着 你再看一次 你再看一次 很多分析是说他多厉害 有没有把资料留下来 一年前的这一天 一年前的三月十九号那一天 打到八千五百二十三点 我画了这张图 我说这个我学过的技术分析 回到十年线 回车上升趋势线 融资大捡 这个绝对是买点 不是卖点 我自己写了一个掰 观众朋友 你要感动 这是去年的三月十九 为什么我写个掰 因为我请你买益龙电 减三月十九七十块钱的益龙电 我说外资卖 他们就是为了卖而卖 可是那时候看投薪券 大买这档股票 对不对 谁最有资格讲这档股票 我不知道啦 你们这世界里面 很多人都讲他很厉害啊 他很厉害啊 这是二月二十四号的益龙电 这是二月二十四号的益龙电 这是我上个礼拜印的益龙电 收在一百八十一块五毛 你们大家都应该当裁判 我特别把日期给你圈起来 我多圈几个 有没有 这是不是上礼拜 三月十九 我说你看益龙电 要看这个大格局 到一百九的时候 涨了一百七十一块 我觉得钱高是非常有机会 三月十九号那一天 你自己看 我当然我当天我盘中我就录了 因为我 我敢去台南 我把这张图表牌拿出来给你看 三月十九号 能不能赚钱 其实不用讲那么多嘛 我跟你讲 我的时候觉得 会不会赚钱 你们节目你要 你要小得看啊 你要小得看啊 那个时候我印的时候 是在这个位置上我印出来给你看 三月十九号 今天来到一九五 我不用再去讲什么了 就是说我有 你自己看就好 如果你是 你有我的资料 如果我送资料的时候 你愿意来拿 我还要讲什么呢 观众朋友们 很多资料我都还留着 我还跟你讲方法 我说今天做股票 我们来到股市里面 你不要看日线 你看日线你赚不到钱 这个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上礼拜我印出来的时候 是 当时是181.5 我把它印出来 我也在电视节目中跟你讲 我说其实做股票 就要有这种 你要这种大格局 这种思维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景线嘛 七十块就说明了 到一百九的时候是一百七十一趴 可是那天说一百一点五 三月十九号 今天呢 今天也到一九五 前面高点是多少 前面高点是一九七 你有没有觉得印象好熟悉 这档股票跟我之前讲过哪一档股票一样 到今天还涨停板 哥们 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你越简单的东西 你越坚持下去 你会赚更多钱 我就怕很多投资朋友们就是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那个没有听过的也要 什么都要 你要的更多 你失去的更多 还不如我们好好的 把一件事情做完 当时这里三十二块三十五 你有想过一百五十五块的登泰会过吗 导播你知道几年 你有想过吗 你没有办法想象嘛 三十二块三 他居然可以去挑战一百五十五点五 你想象不到 这个时候早就过了 上礼拜五三月十九号的时候已经过了 我就好开心 我觉得当分析日以来 这样是最开心的 刚好是上礼拜五生日的时候他过了 我前两天我在盘充节目的时候主持人还问我说 敦泰很多观众朋友想知道一下敦泰的看法 我只回答他说 我学过的技术分析 观景币的股票基本上还有高点 我就这样回答而已 你们盘充的时候看我节目都知道 结果呢 不用再多说了嘛 其实观众朋友们 有时候坚持 为什么要坚持下去 你 你希望说有 有这种这样一排 我想这些股票坦白这样 你都听过 你没有听过联发哥吗 你没听过易龙店吗 你没听过台积电吗 你没听过鸿海吗 你没听过 你都听过 问题怎么买才是对的啊 你可能没学过技术分析你不懂我学过 你可能有学过技术分析你不敢做 你来拿资料我带你做 就是那么简单 鸿海我就不用讲了 87块9的 谁有这张图表 112块 谁有这张图表 我其他我不用多说了 我只觉得说 今天又是电视演讲会 你去想想看 谁有这种格局 在昨天看到 卖了9100以后 谁有这种想法 当一些技术分析学不好跟你讲头肩底的时候 谁看得出来他是收敌三角形 不用太多说了 我今天标题就是这样很简单 你想不想明天更幸福 你看我今天标题 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明天更幸福 你今天要做什么 你要找到一个很好的分析师 我讲我很好 我很有良心 我基本上我一切出发 其实我都已经在电视里面跟你讲了 我跟你讲说季线 多头格局好的股票回车今天是买点 你眼睁睁的看到三天里面 台积电回车季线 你看到连巴哥回车季线 你看到今天的华星哥回车季线 这都是你非常熟悉的 我只不过是照基地去做而已 你睡得着觉我听你开心 你睡觉起来以后你第二天你更开心的可以去迎接 明天更幸福 这怎么样拿到这档股票其实很简单 你手机号码有七或者八或者九的 我要你有两个号码 你有两个号码你尽量打来 我这样股票直接送给你 我的股票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看到了以后觉得 哎呦好熟悉对 这是他就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 是开始要让你更幸福的开始 你却忘记他了 那我的责任就是 把一些你熟悉的好朋友带回来 你看哎呦 当这些熟悉的好朋友开始大涨的时候 你又会说 这图老师真的有两把码子 好 手机号码有七或者八或者九 这档股票直接送给你 真的 我希望能够做到 诚如我标题讲的 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明日更幸福 我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在股市里面 因为你看了超越巅峰的节目 因为你看了超越巅峰的节目 你手机号码有七或者八或者九的 你打电话进来了 我把这档股票送给你 你明天会更幸福 好记得拨电话 我们要让我们明天更幸福 我们来看 吃完 太晚了 machen 向前走 让您金流年一路望到底 惊喜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页投顾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02-8511-3366 8511-3366 顶页投顾 超越巅峰 很棒 这个周末 尤其礼拜五 这样子 大家心情应该会很好 那好好的去度个周末 放轻松一点 赚了钱 好好带家人 犒赏家人一下 那时候找股票怎么办呢 交给我就好 我也希望你有跟我一样的股票 我们再看一次 联发科 易龙店 台积电 华星科 鸿海 联发科 易龙店 很好 鸿海 华星科 台积电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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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些 我们就胜券在握 我说过了 有些东西我们不用把它弄得太复杂 你一直急急说要找标股要找标股 你应该是要找稳 又可以让你获利 不管说美股怎么样 它还会持续上涨这些个股 这叫做稳中求胜的个股 才是你要的 你要找这种最稳的 那获胜率又非常高的 欢迎你 直接拨电话 朝越巅峰呢 这个门永远是打开的 我说我准备了一档股票 我手机号码有七八九的 我直接送给你 你明天会更幸福 就像我今天标题写 我今天电视演讲 我在想 怎么样呈现给你 我说我该跟你讲你也看到了 两三天前我就跟你讲台积电了 又跟你讲说要回撤季线 你又看到台积电的回撤 联发科的回撤 华星科的回撤 你通通看到了 上个礼拜也给你看到益龙店 益龙店今天差一点点就创新高 所有呈现给各位的 我希望你都可以跟着我操作 那准备了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真的很好 是你熟悉的陌生人 这档股票 你手机号码有七或者八或者九的 任两码的 我直接送给你 希望各位明天会更幸福 就成如我标题写的 今天所做的一切 是希望你明天会更幸福 手机号码有七或者八的 或九的 任两码 直接这档股票送给你 如果三个号码都有的 我待会下节目我直接打电话给你 谢谢 本公司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